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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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开始 郭沫若以为溥仪在开玩笑 溥仪身为满人怎么可能不懂蛮鱼呢 其实这也并非不可能 虽说溥仪是满人 不过自满人入关后 一直崇尚汉文化 几百年的历史更替 或许满羽在朝堂上并不经常出现 溥仪不会也是有可能的 还有人认为 这是溥仪打脸郭沫若 至今还让人们对此争论不休 不管怎样 郭沫若被溥仪如此直截了当的拒绝 也很尴尬 最后 还是周总理为溥仪找到工作 让溥仪有了新的生活 各位参观 你们认为溥仪为何拒绝郭沫若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